你覺得最後你的取勝關鍵是什麼 是藍綠選票移轉 還是年輕人反鄉投票 這場選舉在台灣歷史上是 第一次要看看公民運動的力量有多大 你想想看我們那個造勢場合 我們都沒有用什麼遊覽車造來 再來也沒有發便當 便當都沒有了更沒有什麼雙煮菜便當 也沒有走路工 他怎麼會這麼多人來 其實我也非常感謝 有很多人你知道 晚上揹著我那個氣球 在台灣各地再走 還有那個康阿爹那些 老實講我自己看了 都覺得很不好意思你知道 就是說我們也沒有給他錢你知道 他純粹這種志工 你想想看從護費腳走到 和文春在和文春走回來 哇一千多風鈴 可是為什麼有人會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他們對台灣的政治是有期望的 所以這場選舉 我覺得最後決勝敗就是 這場公民運動 這個公民運動 是不是足以撼動原來的那種 裝腳綁標綁票 綁票那種什麼 總統媒體的控制 的確是一個我們值得看到的主張 其實我覺得昨天那個 台灣說有好幾個高中投票 其實那個很有意義 這些學校都是我們俗稱的比較好的學校 這表示說年輕人心裡面在想什麼 他們渴望台灣改變 他們不要在這個國家就是這樣 藍綠啊每天都是那一套 這是一個指標你知道 所以你想想看喔 那些雖然高中生沒有投票權 我知道 但是當然是這個指標 其實也應該讓我們的年長了一點 人在想想一下說 不管他是你兒子還是你孫子 奇怪為什麼這些年輕人會這麼渴望 台灣有一個改變